我現在想拍些什麼呢 今天就想講解一下 怎樣拿這個110的武器 有這個99武器完成之後就可以解釋 好,任務條件就是 裝備這個99的武器 完成過99的武器解放任務 即是之前99的時候去虛淵 跟龍王打放水龍 除非你裝備雙手武器的時候 就要去打中界龍第二個任務 要再打一次才可以解釋 龍眼解放任務 好,這就是S8和S10的主線任務 完成之後就觸發條件 跟唐卡之母在哪個位置呢 我現在在煙之熊的古代都市遺跡 先去唐卡 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唐卡 去完唐卡之後呢 唐卡出發 那條件就是要裝備這個99的武器 我去唐卡 找個唐卡之母 唐卡之母在哪個位置呢 就在地圖大約是7點方向左右 走到最後 另外呢 唐卡之母呢 他還可以有一個能力重置 即是洗點的好處在這裡 如果你譬如 之前在北國 即是那個冰城 北國裡面那個 洛頓城裡面已經用完你的 第一次免費洗點 重技任務的時候 重技要回到北國 洗點就可以去下城 和唐卡之母就是這個 好 先裝備 如果不裝備 就跟他講吧 他就正常 那洗點怎麼用呢 選擇第二個 人生雙彈 第一個 就是洗點 選第一個 然後他會告訴你 洗點的條件就是 你的level乘以100 好 我現在裝備了 和唐卡之母對話 好 那 好 和他對話 他就告訴你 你手持這個武器是什麼事呢 去第一研究所問一下 然後就去第一研究所 第一研究所在哪個位置呢 去活動木偶第一研究所 和這個活動木偶研究員對話 OK 那麼 研究所的位置呢 就是在 和我對話完了 接著就在地圖的這個位置 傳點的位置 大約兩三點方向 然後回家找他 看看先 對了 從這裡說話 跟他對話之後他說要有些龍蠟 龍蠟在哪裡拿呢? 第三部分就要去魔界 魔界之後就進入軍艦島 好 記得帶給點錢 去按摩島的下城 怎樣進去呢? 走在地下城 軍艦島跟他說話 沒錯 再跟地下城的地下淨水道設施 地下淨水道設施 地下淨水道設施 然後呢 再去地下大水道 OK 我們要去 7號的位置 小豬開始幫我補 好東西 他打應該沒問題 我要走去這個地下 淨水道設施 兜下去7號 咦不行 現在在外圍兜進去 就是你的三點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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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裡了 接著呢 再走這個 舊阿高普魯斯 B1 好 那傳送點呢 就是你歸擊完之後 你在西方 就是在正北方的位置 這裡哪裡呢? 都是地下大水道 下去之後 應該走這邊了吧 應該 再走北方 沿著北方走 嗯 這個地下第一次走 總之沿著我們右邊走 那就沒有錯了 應該是這裡吧 剛剛是中間位置 剛剛是中間位置 才應該是在中間位置 應該是在中間位置 應該是在中間位置 應該要是這裡 那是個的電梯 這是個? 咦? 咦? 試試打一下,看看有什麼能力 嗯,都不盡難打 OK,原來是這樣的 繼續走 因為複地圖是第一次走 我們要向後走,這裡上去 我們要去一樓,這裡還有地下水道 其實怎麼看呢,看地圖左下方的描述 應該是這裡 釘半點 欸,這裡 舊阿普魯斯的入口,一樓 然後再去二樓 哦,原來是跟那個人說話 哦,二樓在這個中間的存點 我們在這裡 那要繞過去 這幅地圖是第一次去的 挺漂亮的 哦,這裡 有很多怪 不過物理傷害對我來說就很低了 有很多怪物 這裡 嗯,被人圍死了 靠武器爆 進入二樓 二樓之後就去舊阿普魯斯的指令室 跟NPC母親的人形母親對話 進行討伐任務 即是去到地圖最右邊 三點鐘方向 好,我們出發 絕對防禦狀態 但當然要放棄了很多攻擊 上海 這裡 好,進到這個控制室了 舊子令室 嘩 挺帥 很像高達的場地 現在是 用這個嗎? Span母 嘩,很噁心 這個 這個 都是男性女 有少少男人的感覺 是嗎? Hello 現在回來之後 基本上第二部分就跟阿Dem龍打了 跟這個NPC對話 然後選擇第一個 接受了Fan龍的任務 有一個叫白銀之機龍 的Party可以進行 因為我試過打過一次之後 就請朋友一起幫忙 他們都 有一個 比較 之前 同過我們 幫過我們 的 就 做些任務 這樣 這樣 如果一個人打 要打很長時間 當然有朋友幫忙 加裝備 一些光武器 就會比較容易 基本上這裡就是對戰畫面 一開始其實我死過一次 不過就在影片裡沒有出過 好像是 好像是 不知道被什麼 爆 爆死了我 一下 一下 因為當時我魔防很低 所以 應該 我怎麼防 應該 可以 打一下 打一下 加裝修圍 被摘下 雞 非常 為害怕 又怎樣 好,打完DAMLON之後應該去迴任 出去傳送點 接著可以整合110武器的黑銀之龍玉 黑銀之龍玉是三色的龍玉 如果想快一點就打這個二端之龍玉 去上乘方向的7點鐘方向 跟這個拿著GIP的NPC對話 有一個緊急任務一天一次 簡單一個 打完之後會有一個寶箱送給你 送給你之後就可以打開它 每次就會抽到不同顏色的玲玉 分別有紅色、藍色和黃色 紅色比較難抽 藍色比較中等,接著是黃色 接任務方面呢,我們建議 接上面那個,就去北角那邊的 地圖 接這個Party可以的 即是接這個Lv84 就是緊急D北角的最深處任務 接著進去北角之後呢 去到這個D地圖之後呢 就走到這個位置 地圖右上角 然後就可以進去這個傳送點 記得傳送點就不可以噴進去的 這個任務基本上打完就會送個寶箱給你 這個任務的詳情我都貼著出來的 這個龍就比較尊重地打了 一個都打到你 其實,不過今晚的組員都有 需要去做這個 一起選這個110的武器任務 所以就 一起進行了 去到打怪的畫面 去到打完之後呢 就應該可以出回傳送點 然後回到上城 回到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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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拿到一個寶箱 那就可以重新 那如果運氣好一點 所以基本上 如果運氣好一點 如果你運氣好一點 抽三次就已經抽中了 那 那 回到上城 和這個回任 回任之後就可以拿到一個寶箱 那 就雙擊它 那 我這次第一次抽到一個黃色寶箱 黃色寶箱 這個是二端之寶箱 基本上是稀有品 但是成功紀錄是很高的 合成的話 然後回到唐卡 回到唐卡 回到三色寶箱 之後 就去唐卡 每一樣 每一樣 去地圖的 1點鐘方向 找回這個 第一研究所 裡面的NPC 對話 就是跟它進行這個 靈魷合成 靈魷合成 我們有個建議 就是 先合紅色第一次 然後再合藍色第二次 然後再合黃色第三次 因為 你紅色 比較難抽些 所以 用在第一次 會比較好 因為 合成 第一次比第二次容易 第二次比第三次容易 所以 基本上 如果增加這個 不需要浪費時間 去合成的話 我建議 可以根據我這個指引 即是紅色 藍色 即是青色 然後再到黃色 避免了 失敗率的 機率 增加了 合完之後 黑銀之龍玉 就出來了 基本上 用白銀之龍玉 剛剛打完這個 白銀之龍玉 基本上 合成之後 你的靈玉是會消失的 但白銀之龍玉 如果失敗的話 是不會消失的 合成完之後 接著 就要記得 去跟剛剛那個 NPC 對話多一次 因為基本上 很多人都忘記了 對話完之後 再跟這個 卡之母 對話多一次 然後 回到 這個 按摩界 下城 按摩界 對 軍艦都下城 地下城 對 接著就去到這個 地下水道 最深處的地方 找到這個 舊私營室 剛才 對話多一次 對話多一次 基本上 這裡 就會再要你挑戰多一次 一個任務 再跟這個 迷之女性交任 基本上 你打完所有 條件任務 之後 就可以跟他對話 身上 要有99 武器 和黑銀之龍玉 跟他對話完之後 都會消失 相應地 會有一個110的武器 入手 這個任務 只可以獨立 進行 Party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 但是 難度 都不算很難 沒錯 基本上 一會兒都會看到 我一次 打死了 任務 目標 對手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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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任務 也感謝 我的朋友 還有 一個日的 日本朋友 也幫忙 去做 解任 否則 都 頗為辛苦 才可以完成 完成 嗯 對 基本上 任務完成之後 我都會放 那個修正版本 在YouTube的Info下面 方便 一些新手 看 修正版本 怎麼做 大致上 應該 就去到 這裡 基本上 差不多到任務 尾聲 去到這個 舊的資訊室 跟這個 展示 對話 然後 會彈出 一個 迷之少女 即 迷之女性 跟她對話一次 然後 她就會收走 你的 黑龍之龍 然後 她就要你進行 任務 去打一個 未完全的 靈魂 對 應該是艾米爾的靈魂 基本上 就很容易打 你看到 打完之後 就可以獲得 這個 110 任務 110 武器 對 一下 基本上 19500 基本上 她的血量都不算太多 哈哈 基本上 打完之後 出去 跟她對話完 那 110 的武器 就可以入手 對 中印黑狼 基本上 跟她交換了 我換了這把 黃刃 白虎的 110 雙手劍武器 我換了這把 我換了這把 黃刃 這把 龍眼開放的 極 基本上 就會 持續效果 就會比之前的 真龍眼開放 就會長久一點 聽聞好像 5分鐘一次 好啦 那今天就暫時到這裡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 就這樣 今天就這樣 先啦 拜拜